棉花糖 棉花糖 看我们家健保在看吗 你们知道的 这是在看妈吗 我准备要背了 然后害怕我忘 然后先把口罩给带脑袋上 准备录事行呢是吧 老师布置的 打卡任务 这个有点搞笑 老师每次都要带着 口罩背 好吧赶紧背吧不打扰你了 一会我们再来拍视频 今天我又要做年纪了 但是不是那里就要做的 大家看好吧 我这是一个新型的 用丝棉做的 用棉花做的 先背书吧 打卡完成了是吧 好吧 我要做年纪了 把东西收拾一下 有两个树枝没吧 一个做手证 一个学习 这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是不是 对现在我要把我的丝棉拿 大家看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需要用到五个材料 小剪刀 丝棉 随便的一张纸 透明胶带 还有上色工具就OK了 我们需要做两面的 一个是皱面 一个是反面 这么简单 对 就是这么简单 用这个颜色 你觉得它是什么颜色 棕色 错 它是奶茶色 我也是看到以后才知道它是奶茶色 我去拿一个尺子吧 它是要一块一块的那种感觉 是吧 要不我搜一下吧 我还不会画 你这么笨吗 你还学过画画呢 我搜一下 巧克力怎么画 羊毛糖 我要开始了妈妈 这丫头傻了 准备找了她这个画 我用了两盒笔 这两个是软的 因为我这两个颜色不够肉 先画 先确定它那个四个小 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凸出来的部分 先确定那个位置 你要呢 好了妈妈 我确定好位置了 我要对比一下它们的颜色 哪一个更深 画好了是吧 对 我哪看着像高楼大厦呢 哎呀 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 这个有点后悔了 因为这里面这小管块 有点太小了 对呀 所以就看着这儿像高楼 然后里面像窗户的感觉 哎呀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吧 能看下去 我不知道你到底想做什么 整的这么复杂 一点都不复杂 这个很好做的 就是今天去聊了家 专门拿这个四面 就是要做 就是为了做这个 一会儿这里都要贴上透明胶布 这样它的存活时间可以更长 弄成这个样子以后 上面留一个孔 洞 就是一个小带子呗 对呀 然后就一点四面 然后给它扯一扯 我第一眼把它当成了棉花 确实太像棉花了 确实太像棉花了 够了吧 我感觉它又撑不下了 这样先试玩一下 不行不行 再来一点 完成了 把多余的给剪一下 好奇妙的手感 就有点瓷 感觉没有棉花那种 软软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吗 对呀 我还以为有什么惊喜了 有什么惊喜呀 这回可以睡觉了吧 可以了 走吧 感觉做失败了 没有失败 我很喜欢 你自己都说了 没有棉花的手感 嗯 对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都不会有点 我感觉 我是一条 嗯 你 就像一样